凌晨12点多警方出动快打部队 赶到公园外头 一名脱下牛仔裤男子蹲在门口 看到警察连忙转身比出伤势 五六名青少年也都蹲在一旁 仔细看地上残留大片写字 民众提水头努力冲洗 镜头换到另外一边 警车奔驰隧道 追赶前方蓝色车辆 把人全部带走 因为上一秒才爆发 砍人事件 听到有的时候被砍 被砍得好像 听到他们对话 好像有一个说我们还没满18的样子 对 他们说跟同学车来吃家鱼 都被砍了 四个台车过来 然后大概六个 六到八个人 就是往那边冲 双方约在锦和公园谈判 原来是中和邦16岁 蔡姓男子不满 板桥邦18岁 曾姓男子和暧昧女性 有人自拍 双方人马用电话呼叫支援 没想到来的人互不认识 砍错人 三人还被砍伤 因为这个女性有人的互动 拍照交往关系 那有这个针锋吃醋 共计11名的这个犯险 四肢以及这个头部的撕裂伤及刀伤 是为了女生针锋吃醋吗 没想到一张照片 也变成同校生聚众斗殴 最后还误伤自己人 被上铐送警局 砍人扼煞 全都被罚办 解谢文翔 小鱼山新北市台湾报道 小鲜山新北市里套 Illy Marilyn 由小国分子 小鲜山新北旅 titt外 小鲜山新北市里的 小鹰山新北市里的 火像石洋 也世上